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0月5日 4日 10月4日 今天跟林以樂博士在觀塘 觀塘APM 外面有大時代 一個大時代的背景 大時代背景 很多年輕人在表達他們的和平表達 暫時可以背負他們 他們可以用和平表達去講出自己的訴求 好嗎? 無論如何今天我們講什麼呢? 約了林博士 我們談一個話題 因為我剛剛去完台北的玄山大飯店 玄山大飯店其實呢 現在的房價是非常便宜的 我上來看過了 港幣吧,七百多萬一晚 看看你住什麼樓層 越高越貴 有些1400元 1400元也有 1400元 有些美景一點 美景的 一千鬆一點很美景 是的 海景或者什麼 不是海景 叫基隆河 比較貴 是的 但是為什麼會這麼便宜呢? 當然遊客少了是其中的因素 但是遊客少之前 很多年都很便宜 是的 原因是因為 以前九十年代 曾經發生過大火 自此之後 就傳了很多猛鬼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們特意選擇這個地方 都背光了 可以配合到今天是講鬼的主題 但是說鬼在Youtube不太出道 我們是講超自然現象 哦 超自然現象 超自然現象 好 超自然現象就是可以說幾件事情 我之前聽過你講Youtube 你提到說 娛蘭節和西方人對鬼的理解是不同的 你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超自然現象就是 因為你娛蘭節當然是和佛教關 就是超度亡魂 就是鬼門班大開 但是外國人沒有的 外國人沒有的 因為基督教和天主教背景 那就相信那些鬼都是 不是人死了之後變的 但是也有超自然現象出現的 那麼 其實 一般來說 我們可以分三個文化體系去講 佛教的鬼呢 和道教的鬼是不同的 是 佛教就叫超度亡魂 是的 那些鬼就是陰魂不散 就是因為他生前有一些未了之軟 怨氣 怨氣各方面 或者自殺 或者枉死 枉死 或者還有心願未了 心願未了 想見一下家人 有很多原因 所以呢 他們就需要超度 而道教裡面的鬼很多時候 就是作惡的 可以用的 是的 可以用的 因為道教人鬼神三界流轉 所以可能突然坐在我旁邊的 是一隻鬼 是一隻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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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道教就變得多 捉鬼的故事 還有 用鬼就是養鬼 那些就是藍養的那些東西 也有少少道教的一些成分 幫你那些就是好鬼 是 不幫不了你害你的那些就是壞鬼 但是基督教是怎麼看的呢? 基督教就是覺得 是 人死了之後 就不可能 跟洋間溝通的 是的 所以現在看到那些超前現象 都是 墮落的天使 我們叫魔鬼 魔鬼 其實有多少隻呢? 魔鬼 不知道 因為鬼最大一隻只有一隻 是的 但是跟著它呢 就是魯西法 天使跟著它 這個叫魔鬼黨 魔鬼黨 魔鬼黨 就是魯西法 魯西法 我之前讀錯了一個魯法西 魯西法 那他跟魯母 他叫別西博 他跟魯母西有沒有關係呢? 沒有 就是現在的傢伙 叫魯母西 沒有關係 那他 其實他本身也是屬於神的博人 是 天使 天使也是博人 那為什麼會墮落 墮落就是 聖經沒有詳細解釋的 是的 多數人就認為因為驕傲 他想自己做神 所以還要對抗神 所以魔鬼原本的意思就是敵對 就是敵對上帝的那個靈界 那在基督教的角度 如何去處理這些超自然的東西呢? 沒有的 我們只是一招而已 沒有什麼符合的 就是 Leave他 alone 是不是 奉耶穌基督 分他去找我 OK 沒有了 那 那你說驅魔人裡面 就是我看一套電影的嘛 那有些東西灑性水 那些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一般上我會看 超自然現象是跟靈界關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要驅魔 就是那個人的心魔大過一切 其實心理問題 是的 你想真點 難道每個人都會被靈界搞嗎? 不會 有些人是特別容易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心魔太大了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是第二個學位讀輔導的 如果你從輔導學就說 情緒是沒有好壞的 你如何處理情緒才是有好壞的 但是其實聖經就不是這麼說的 聖經講的那些仇恨啊 實斗啊 那些呢 就是不好的負面情緒 會容易是接觸到靈界的 是 其實簡單來說 可以用心理學解釋的 心理學的人經常說 撞到靈體其實就是思覺失調 就是往往所謂的時運低的時候 就是簡單來說 你的情緒本身出現的問題 是 你看到一些超自然的現象 所謂的超自然現象 可能只不過是一些幻覺 幻覺而已 或者是自己的想像出來 而自己嘗試以為是真的 是 那這個也有關聯 有的 有一些會跟你說 有人安裝了一個微型電腦在我腦裡 我家裡有一個跟蹤器 那些 通常都是思覺失調多的 就不是跟靈界有關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驅魔人裡面 因為我看了 譬如說神父 他是天主教 那他應該有一些制度 是不是 天主教的制度 就是一定要教廷委任你 對 你才可以有權去驅魔 所以你看到最舊的驅魔人電影 就是那個神父最尾就是教廷不批他 不批他就驅不到 就跟靈界肉石俱焚 但是 就是驅魔人 你只要信了 你就可以有權 就是所有人都驅到 是的 就是凡信我這便 得驅魔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驅魔的時候 你一個魔進入你那裡 就證明你還未相信 哦 那些東西沒有用來測試 那 是不是 如果天主教 舊教和新教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當年馬丁路德 開宗立派的時候 就是說 舊教是很重視一些儀式 而新教是講信心的 那個hiyaki 就是那個階級 階級 就是有一些叫做聖品人 你想想神父那些就是聖品人 修女就是聖品人 平人那些就叫做繁古俗子 那你就沒有那些權力了 那時候你想想 凡夫俗子不懂字的多 農民多 那回到教堂都不懂得看聖品 你給他都不懂得看 那為什麼天主教堂 那麼多的壁畫 圖畫 就是給他看這幅圖畫 就想起那個聖品故事 是 但是 他們連聖經都不懂得看 那你怎麼會教什麼驅魔 那變成了 神父修女做了 但是 但是到了五百年前 就是 即是 過了千多年 那學術水平好了 印刷術又開始出現了 那變成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聖經 自己看聖經 就自己知道 哦 原來信耶穌就是有能力 可以驅魔的 是 還有說千字現象 一般上 因為電影感 很強的 就要有些桌袋 凹凹凹飛 是啊 反肢體動作 反肢體動作 是啊 才好看 如果不是比較好看 或者那個 真的著魔的那條頸 可以三個六十度 轉一次給你 那些才好看 但是實際 我們面對 如果在驅魔裡面 有這些現象 那些都是 能力比較低 就是等於我們養狗就知道了 牠會廢你 通常呢 就是 都是差的 是啊 蠔腥狗才會咬死人 哈哈 那 那 是不是 就是 你劇本聖經 或者你口念聖經 抓住牠 那牠就 理論上又驅道呢 如果是信心夠的話 你也不用拿聖經的了 不用拿聖經 就是走過就可以了 同主之命 同主之命 但是 我剛才說 驅魔容易做人難 反而是要處理人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牠會著魔 一定是有些心理因素 事惑低 跟事惑無關 是牠的心理因素 還有牠的意志力 是不是很弱 或者有沒有吃過一些藥物 導致到牠的人 神智不清 等等 我自己覺得 就是 鬼的東西 或者叫做超自然靈體的東西 就往往跟社會文化有關係 是 這個是 反映到 因為牠的故事 我當是一個故事 故事裡面 就反映到跟當時社會環境有關係 比如說以前的佛教 為什麼會是重視輪迴呢? 比如說死了之後要超渡牠 有很多陰雲 因為以前的社會比較貧窮 而且有種性制度 大家知道佛教的發源地在幸河 有種性制度 所以那些人呢 就是不能夠解決現世的生活 他就想一個 所謂來生的生活 做點事 對 怎麼可以做點事 比如說 有報應 恩果 阿修羅 他講這些 惡鬼道 其實本身就是 想出來 是一種叫做 警惡陽善的 有一點中國療齋故事 都是警惡陽善的 是的 可能經常都講鬼好的人 情況 其實本身就是 如果從文化學的角度來講 他們就是一種勸勢的事情 而道教呢 他的社會背景出現 就是跟反抗有關 就好像現在外面那樣 反抗朝廷的暴虐無盜 所以呢 他就作那些鬼 鬼是可以用來害那些貪官的 害那些污吏的 害那些 害那些 迷惑 那些統合惡霸的 又是跟社會環境有關 那基督教會不會跟這些東西都有關係呢 如果從文化那樣 就是 超越了宗教去講 我想 基督教那個 跟政治有關 反而是 會有時候 會講到一個地區 或者一個國家 有一個靈界 可以去 搞到皇帝 是 沒落的 就是 他可以控制他 影響他 就是最近香港也看到了 就是 我們去到 非理性的情況 各方面都很非理性 大家就很難搞下去了 我們看到人類歷史都是這樣的 在教教的背景下 往往 因為 舊約打仗 就不是兩個國家打的 是兩個宗教打的 就是你的神 比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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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 舊約打仗 是一個代表打的 就是大衛打哥利亞 一個代表打就行了 因為 大衛打得贏哥利亞 就代表大衛拜那個神 大國哥利亞 後面那個神 是這個意思的 所以 那些神是不是 因為基督教就說 只有一個神 那些神是什麼神 所以聖經會說 隨也說 演外其他那些都不是真神 都不是真神 那都是神 是什麼東西來辦的 是靈界 就是魔鬼拜的 都是魯西法的朋友 是的 但是同一黨 但是他的勢力是相當大的 因為 也有組織的 有組織的 對 是很有組織的 OK 那個階級分得很厲害 是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們說廣鬼廣鬼 都要留意兩樣東西 一是 有些靈界是跟地區的 是 有些靈界是跟人的 所以如果跟地區那些 你搬了房子就沒事了 因為你剛才說 沿山大飯店那些 那你不住沿山就沒事了 是吧 那是跟地區的 如果跟人就 你去哪裡都有事 OK 好啊 今天學到很多東西了 下次再跟林博士 請教一下其他超自然 UFO那些可以從宗教都解釋過 一定可以說 下次講UFO 拜拜